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目前已经得到的参数上来看 小米在小米12 Ultra的硬件参数配置上 其实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妥协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的小米 不在追求参数上的滑劣和视觉冲击力 这和曾经小米的风格是有很大的区别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快充 即将发布的大杯小米12S特以及小米12特 搭载的都是120瓦的快充 而到了小米12 Ultra这款顶级旗舰上 小米去做了减法 将120瓦快充降级为了67瓦的快充 大家想一想这是为什么 目的只有一个为了体验而妥协 而体验恰恰就是小米做高端机最欠缺 同时也是高端用户最在意的地方 我在之前专门谈到过高规格快充的优缺点 120瓦的快充在理论的充电速度方面 确实要高于60瓦快充 但是高规格的快充对于充电环境的要求更够 而且还需要在电池内部充入惰性的材料以保证安全性 而惰性材料就会占用一部分 原本应该属于储电材料的位置 其结果就是在达到相同电池容量的情况下 电池的体积和重量都会增大 进而导致手机的体积和重量增大 这对于体验层面而言绝不是什么好事 去年小米11奥处落机231克的重量 一度成为这款手机最大的短板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今年小米12奥处在体积和重量控制方面 相较于前代都会有明显进步 其次还有外观 小米也做了一定程度的妥协 总观小米近些年做过的旗舰机 大家可以发现 小米在做高端机时对于辨识度有很执着的追求 但是小米的设计师 又往往无法在美学上做到很好的坚固 小米11奥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辨识度拉满 但是在美感上却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而这一代的小米12奥处 根据目前爆料的外观 其采用了在市场上 接受度比较高的圆形后摄矩阵的设计方式 同时也将小米11奥处的设计进行了融合 这样做虽然可能损失一部分辨识度 但是在美感上却要明显的提升 这一点很重要 总之 从配置上就可以看出 小米在继承比拼硬件参数的同时 也更加注重体验 不再追求华丽的硬件参数 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 小米10奥处能不能成 这个谁都不能预测 但是就这款机型 目前所展现出的特质来看 确实有希望成为小米进军高端市场之后 最成功的机型 起码要比小米11奥 小米Mix4强多了 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 品牌力的短板在来卡加入后 得到了一定的弥补 二 在外观方面 较好的兼顾了辨识度和美感 能够覆盖更多的消费群体 三 开始重视用户的体验 四 有英寸大的索尼IMX989加莱卡加持 不缺差一款外点 五 更新制程之后的骁龙8加真一 终于不再是短板了 总之 相较于小米所发布过的 历代高端机型 小米10奥处是综合表现最均衡的产品 很有可能会成为小米历史上 最成功的高端机 可以期待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别忘了订阅关注Tiger 我们下期再见